出發局是不是先 針對這個11米計畫道路 他在都市計畫當時候規定先做一個說明 那有關這個11米的計畫道路 其實是在95年的時候 其實市政府當時候針對整個這個廣市博愛基地 當時候提了這個變更案裡面 就把這個都市計畫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他現在北側目前有一條 其實有一條通路嘛 他其實是因為這個街坡比較大 其實他是維繫整個這個地區 這個東西向穿越的功能 那不過在95年的時候重新檢討 考量整個基地的配置的話 就是希望取代目前的這一個通路網 這個街坡的中間盡量去規劃 那讓這個整個地區的交通路網來更完整 所以這整個都市計畫 這個道路其實在95年裡面就化身了 那當時候他的開發的期程是在 是有寫就是99年其實就要開闢啦 不過當時候因為他的開發方式 其實是有講到說 這個也是可以由市政府編列預算 那當然也是可以以一個BOT的方式 那這個大家也知道說 當時候市政府是因為 採取一個希望是一個委託一個BOT案的方式來進行 那不過這個BOT案因為後來終止之後 在這個102年的市政府重新取回來以後 那依照原來的都市計畫 其實這個市政府本來就可以編列預算來做一個開闢的 所以我先就這個都市計畫規定先做一個援起的一個說明 那個王大哥怎樣 那還有接下來就是說那為什麼會在近期開闢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對後續整個廣次開發案的話有什麼影響 對那能不能請財政局這邊說明一下說 對計畫大陸開閉後面設定地上權的部分的話 然後有什麼作用 然後包括說也請社會局來說明一下 計畫大陸開閉後對社會設施用品的話 然後有什麼後續的一個效應好不好 謝謝 各位鄉親大家晚上 我想剛剛其實都市計畫也講得很清楚 這是一條所謂的都市計畫的一個道路 也在95年的時候就已經做發布實事 那本來規定的一個開閉規劃的一個開閉時程是在99年 就應該要去開閉這一條路 那其實剛剛都市計畫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當時好像就是要跟著BOT一起走 那因為BOT目前的話因為已經 已經失效了 所以說今年市府把土地再拿回來 那六月份的時候拿回來 所以當然就是我們就按照都市計畫 去做一個執勤的一個工作 所以目前市府的話 基本上也是算是從今年 因為其實已經算慢了好幾年了 所以今年來做一個所謂的一個計畫道路 這樣的一個開閉的動作 那對於說道路兩側的一個 不管是商業區或是社會用品 我想這個只是因為當時警員在旁邊而已 那對這條道路基本上 我想在兩處的部分 在都市計畫都還有規律所謂退縮這樣的規避 我想我們也不會說直接在商業的主要出入口 應該還不是那裡 應該是在福德街 福德街跟大道路 應該跟這條計畫道路 它不會當作主要的一個出入口 因為畢竟捷運站是在福德街 那我想上面去的部分 還是以那個福德街這部分也會做 以上我先做這樣的說明 各位鄉親父老大家好 畢竟徐 然後現在就是來說明說 其實11米道路啊 因為之後在本來的大道路96項 它其實是在社福用地裡面 那之後呢 因為大家也知道96項 其實是大家蠻依賴的一項 一個道路嘛 那但是那邊就是左右都停車 然後路又小 所以呢 市府在這邊就希望先把11米計畫道路 開替出來 然後能夠讓民眾通行這樣子 那到時候如果社福用地裡面 真的要規劃施工的話呢 就是才會再把96項呢 給封閉起來 那所以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先開11米計畫道路 其實也是為了讓民眾通行方便 然後因為周邊大家就會有更廣闊的人行道 可以通行這樣子 謝謝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想我們就進入到討論提供的第二項 就是本次11米計畫道路開闢的話 現在準備從哪裡到哪裡